好刚才我们与潘永强啊不是在这段分享了关于他的看法啊关于几个政党关于这个影子首相的一个看法啊本身呃潘永强也认为这个呃最后呃共主还是安华呃那么大家公认的这个临时的首相应该是忘记呃但过往过往因为现在呃整个反对党联盟他面对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没有一个核心性人物能够领导呃没有 一个核心性人物如果领导的话他整体他是换换散的就是每个政党有每个政党自己的一个目标自己的一个方式自己的话语权这样就导致整个在零届下一届大选的时候出现各种不同的分歧有可能就会出现极较战所以现在急需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物的出现啊好我们现在线上有我们的另一位啊另外一位连线嘉宾是李建聪啊他也是这个呃公正党共青团全国 的宣传主任早晨好建聪 哎是主持人好大家早晨好是啊今天我们谈一下这个啊影子首相啊然后最近我们也知道就公正党这方面啊塞福听他他也出来说他说我们公认安华为我们的这个首相的人选但是现在需要一个临时的首相但是他没有说这个具体的临时的首相是谁所以就让人就是联想偏偏了究竟他所说的是谁呢 正好恰逢这个时刻呢马哈迪就出来站出来说我们未来如果是反对党能够指正的话未来的首相应该是慕尤丁所以呃这两件事联系起来让人想买想法还是蛮多的啊是的那我想这个首相的人选的这个课题啊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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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同的期待 所以这是一个好事 但是与此同时呢 在我看来这个事件呢 它之所以会有这个争议性 是因为它有点像是一个首相 但是各自有不同的这个表态 那么从里面也看得出 这个在野的这个阵营呢 还是会有点分歧 那么当然呢 对希望联盟来说 安华市首相的人选 都是没有意义的 在这个就是人选上 但是当然在这个团结党呢 刚刚成立的团结党呢 他们在马哈迪在为了要去 继续弱化这个武统 为了继续分化他们的这个 里面的这个不同的这个阵营 那么慕尤丁在武统内的这个影响力 是一个是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所谓的这个 人选啊 去让土著这个团结党呢 能够召唤更多的这个 前武统的这个人员加入他们 所以我想就会出现这个分歧 当然还有很多政党没有表态啊 沙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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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 这个态度而言 我想哈迪阿旺 并没有在希望联盟里面 现在大家谈着的 也是一个新的 一个政治上的 所谓协议 所以就我个人而言 哈迪阿旺当然不是 首相的人选 那么在接下来达到 一对一的共识的过程之中 那我想 整个过程中 最有威望的那个人 会是这个首相的人选 那当然各党可以提升 他们首相的人选 那或许沙巴的 这个夏弗逸也认为 他适合当这个首相的人选 那他也可以提升 但是最后放到台面上 就看到各种不同的 这个人物 那在从中 我们需要推敲出 最好的人选 那据我而言 这是一个程序上的 过程中必然会产生的 一个争论 这也是一个新政治的 一个健康的现象 那不像现在 或许 那即在下个星期 就不是首相了 也有这样子的穿研 但是大家都不知道 谁会接替他 这是一个非常不透明的 运作方式 也是国阵 这个闭门协商 这个旧的这种 政治的模式 然后来换了一个 新的首相 大家才恍然大悟 过后原来 这个是我们新的首相 然后就算连开 除之前的副首相 五一店 也是在大家的意料之外 说想这个是 旧政治黑箱作业的一种模式 那现在民众也必须 开放讨论 开放的去接受说 首相也会有不同的人选 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 多元的社会 那我想这是必然的 不过我认为更重要的 应该是讨论如何 可以在民怨很高的时代 可以通过在野的协议 准确地反映出人民的怨气 那么可以一鼓作气 把国阵打倒 那么刚才听您的意思是说 未来会有一个援桌会议 就是每一个政党会提升 一个自己的候选人 是吗 会大家一起在援桌上商量 是的 我期许大家会能够坐下来 当然这个还是 公正党也包括 希望联盟的期许 那塞福定 希望联盟的总协调也讲过 接下来的大选 或许不会只是希望联盟 那么它会是希望联盟 plusplus 或者是希望联盟 encore 很多不同的模式 可以去试验 我相信大家坐下来 第一个想要谈的 应该是议席的分配 那么接下来呢 再讨论这个首相的人选 那再讨论如果一些技术的东西 譬如如果案发当了真的是首相的人选 但是他又身在这个牢狱 那么在技术上要怎么样让这个事情成为一个可能 那么才继续讨论这个课题 我想这个反而是次要的 你看现在 其实这个课题 如果是说土著团结党没有提起来 我相信大家都不会提 但是这个土著团结党 他提出这个课题 他证明他就像您刚才所说 他想吸引很多的巫头的一部分的支持者 来到土著团结党 那么他这么一提 因为我们都知道土著团结党 他处于希望联盟里边的 反对阵营里边的 他要如果说未来反对党 如果执政的话 未来的首相是慕尤丁 那你真没争取过公正党的同意 没争取过行动党 诚信党或其他政党的同意 这个问题你就会使得公正党的支持者 行动党的支持者 诚信党的支持者 会产生疑虑和疑问的 所以就不得不逼得 其他的政党也说出自己的一个声音 我想谈判很快就会进行 因为总统的迹象显示 明年或许会是大选 那很正常的一个现象 我们看到其实不只是团结党 那过去就算是在很多的这个场合 包括国阵 那在谈判前大家都会去喊话 那我举一个很好的例子就好了 观担这个国会议席 就是观担我现在的这个地方 马华要争取上阵 之前是巫统上阵 那马华现在也在到处喊话 那么喊话了在谈判 看来是谈判的其中一个艺术 所以马华喊了 那巫统也在喊 那现在两边喊来喊去 大家就觉得在看戏 那当然有的时候在野的阵营在喊 那可能国阵的人也在看戏了 那我想团结党还处于一个相当浑浊的这个状态 因为他才刚刚成立不久 那今天你问就算是我们的马来朋友 到底团结党的这个使命啊 他的意识形态是什么 他还没有太多人能够讲得清楚 他和武统有什么分别 他和共争党有什么分别 那大家他也不太讲得清楚 在这个浑浊的状态 我想很多是通过这个他们的领袖的这个方化 他们领袖的声明啊 慢慢确定这个党的这个路线啊 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过程 那团结党还在一个浑浊的这个状态啊 那他们需要一些时间去整理 我想回到这个人选 为什么这希望联盟还有包括我本身认为 安华是不二人选啊 因为我在我看来团结党到今天为止啊 还是只有这个就是终结巫统的这个可能啦 他扮演这个终结巫统的这个角色 但是他无法扮演这个建立一个新的马来西亚的这个角色 怎么说呢 因为到今天为止我们还看不到 这个团结党能够就是带来怎么样的一个不同啊 啊那他看来呢只是一个旧的一个政治的这个对立面啊 这个延续的一个对立面就是他他抗议 他对现有的这个政权有激烈的这个反应 但是反应过后有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新的秩序呢 他讲不出来啊 但是安华就在过去的这个十多年已经证明啊 他带动的是整个改革啊 那安华也多次的释放出啊改革的这个讯息啊 那在改革的这个路上他能够跟任何的人合作 主要是改革的路上 但是传结党人这个路上要去哪里他也讲不出来 哦他的路上只有要抛弃掉旧的东西 但是新的这条路怎么样走呢 安华的路线是非常明确的 那安华无论是在各个族群啊 各个不同的地区 包括沙巴沙老岳啊 那各个不同的宗教啊 都是一个啊 光为大家接受的这个人物啊 那我想啊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啊 大家期许他能够成为首相的一个原因 嗯 是 呃就是安华就未来是首相这个这个条件 我相信现在每个政党他都会就承认 目前现在哦问题是说现在有一个临时首相 呃就是你如果是临时首相的话 呃就是也许每个政党都可以提名一些临时首相的候选人 是的 是的 其实应该也开放于各个政党啊 像我讲的呃这样对伊党也不公平啊 啊 或许他有他的人选 嗯 啊 嗯 是的 那么可能别的东马的政党也有他的人选 那我想新的政治应该呃非常开放的这个态度去看待这种事情 是 是 那么那么呃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呃不不太清楚呃就是 因为现在公正党他他就只是说有一个临时的首相 他他没指明这个临时的首相会是谁 呃我们会有三个就是结果的猜测 第一个结果就是也许公正党会选择azmin 也许公正党会选择妄解啊 也许公正党会跟就是土著团结典党私底下有一些交流 嗯 呃会共同推选慕尤丁 而这是我们可以得到的三个就可能性的结果 嗯 看起来是一个合理的推测 哈哈哈哈 但是我想公正党不能够单方面去和各个政党谈哦 嗯 那这个希望联盟的精神是啊 必须在党有一个公司 那么再和其他的政党在谈 所以塞福定他他的这个言论并不只代表公正党的言论啊 他也代表着整个希望联盟的这个这个这个立场啊 嗯嗯嗯 所以所以所以原则会议也许会举行 肯定会举行的 嗯嗯 这我想现在的一个举动 当然纳吉在德国官方的时候就说不会有这个选举哈 明年不会有选举 但是后来他的办公室有发表一个声明 那很多人也漏了这个新闻哦 呃 其实后来办公室有发表一个声明说 他的意思不是这样 哈哈 啊 那这个就有悬外之音啊 嗯 呃 你说了明年不是选举 但是办公室后来又否认 那看来呃 这个东西很奥妙啊 嗯 所以明年选举的这个呃 可能性看起来是非常高 嗯 是的 呃 刚才你也说我现在主要的目标 不应该是在这个谁是未来首相的人选的问题上 就是或临时这个首相问题也得需要原作会议谈判之后 才能够得出一个结果 现在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 谁能够团结每一个政党是大家彼此团结在一起能够迎接下一次大选 使得下一次大选在选区 选区派人上阵的时候不至于出现就是三三角战的这么一个局势的出现 是 我想呃 不论是自身的领袖呃 在野的还是呃就是青年的领袖啊 我们都必须意识到呃 呃人民的期望呢 其实呃 不外就是希望看到一个团结的这个在野党呃 呃 呃那我想包括许多一党的基层都有这样的一个反应 呃呃 那么过去的的几年这个教训我想也非常足够啦 就是当在野党的联盟一弱的时候呃 呃那么就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啊 呃那许多人就被控啊 呃那包括最近这个蔡天强哈 那么一对一必须是一个前提 所以我想华社也必须回到来观望 我们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大选 是要打倒国阵 还是要留在原地 那我想这个是我们必须去思考的 那么其实之前我们也都试过了 就是之前安华还在 就是没有入狱的时候 安华团结了这个公正党 行动党 伊斯兰党 使三党能够团结在一起 然后去征战 这也是安华他的魅力的所在 对吧 但是现在自从安华进入监狱之后 由旺杰来带领 我们也许真的我们会承认这个旺杰 他的这个power还是没有安华的这个力道那么足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明年已经解散了行动党和伊斯兰党 之间就是延伸到了不可开交 这样的一件事情的出现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说不避免这样的情况 就是再一次出现 最好找一个大家公认的人物 而且这个人物呢又有这样子的一个共通和协调的能力 能够使每一个政党团结在一起 也不至于产生一些分歧 这么一个人物确实要找起来还是蛮难的 在我看过去的模式 安华是这个名年的共主 这个模式在今天呢或许需要调整 那从过去的这个个人的这个魅力 个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能力去协调 聚中协调的角色或许已经不在了 那现在需要的是一个集体的这个领导 那我看来望姐有她的固然不是安华 因为她是她是望姐 那她有她本身的这个魅力和领导方式 那她的方式是比较怀柔 那她方式比较是就是通过许多的这个 内部的这个所谓的周旋 去解决很多的问题 那她的确有这个能力 因为以她本身身为一个女性的这个领导 那以她本身作为一个公正党的主席 过去也证明了公正党最低潮的时候 也是被她熬了过来 但是我想应该配合阿姊明 配合其他有党的这个领袖 去有智慧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不再只是一个人可以解决的 我相信周年马哈迪也没有办法解决 她也没有办法一夕之间成为这个在野联盟的 都公认的一个唯一的这个领导 这是不可能的 她的这个巫统色彩太浓厚了 就不太适合 她带有一个原罪啊 很多人在讲了 就是她没办法清除掉这个东西 所以她现在在在野的阵营 会有非常尴尬的这个局面 那相比较之下 其实沐优丁这个角色还是就是 好像似乎不是那么太浓烈 但是她依然也能够团结 包括一党 我看她跟一党打的关系也很好 然后跟诚信党关系也不错 我相信内部跟公正党也有些 私底下的一些沟通 行动党呢 这方面稍稍稍微微也许就是沟通少一点 然后所有感觉是不是这个沐优丁 她真能够团结每一个政党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未来的大选啊 最好是有一党的参与 因为有一党参与就是反对势力 她会强大很多 强大很多 她真的是有可能扳倒过阵的 能够扳倒 但是如果真的少了一党 这个还是一个问号 有些这样的一个隐忧和可能性 所以如果沐优丁能够团结每一个政党的话 能够抱在一起去打这个 打下一届大选的话 或许真的能够看到一些胜利的曙光呢 我想还是回到我的立场 就是这是必须是一个集体的领导 沐优丁有她的支持者 同样的共政党的领袖 包括比如这样的 包括其他的领袖 也有本身的这个支持者 有的是在青年那一块 有的是在比较支持巫统的那一块 有的是在或许是非常华人的城市区的那一块 那我想大家必须就是回到这个谈判桌 去勾勒出一个一对一的这个模式 那么也必须有一个新的这个改革的这个 延续这个改革的路线的一个议程 我想这个是更加重要的 沐优丁没有办法也成为大家的这个 就是像安华这样的爵士 我想就是像我讲的那个时代过去了 那么安华也在牢狱 那第二个原因是他看起来呢 还是比较善于在这个政治精英之间去进行这个角力 他没有这个街头斗争的经验 那他也在这个巫统开除他的时候 没有通过这个人民的力量去掀起这个抗议 那他对改革的这个议程也到今天为止 和团结党一样还不明确 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看起来 沐优丁没有办法成为团结各个政党的这个人物的原因 但是当然过后如果有一个方案 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那当然有非常多的领袖 不过回到来我的看法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时代 有点像战国时期 那国政当然也在乱 这个在野党那也有很多的这个可能性 现在各州或许也会有不同的这个模式 这个是更有趣的 举个例子在吉兰丹和在这个Go4 那肯定会有不同的政治合作的模式 所以现在的这个情况 包括希望联盟我们得到的这个讯息 也就是会从基层还有各州各个选区开始谈 谈出了一个结果 那么是由下而上的去达到这个公司 那和以前的三大巨头 坐下来讨论 这个你的 这个我的 这个他的 不一样了 不太一样了 那沙巴沙巴越更加的不一样 沙巴有新的政党的出现 那马哈迪在沙巴是非常不受欢迎的人物 那所以团结党未必会在那边能够有任何的这个发挥 所以看起来非常有趣的是 民众的参与非常的重要 民众的持续关注这个政治发展非常的重要 因为现在的这个模式是由下而上了 那民众会自然会有更大的参与权 更大的这个决策的这个权力过稳的这个能力 那其实是民众能够大量参与的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嗯 是 现在是一个共同这个发展的时代 共同发生的时代 比如说举个例子 你是开明派的 你自认是开明派的一个选民 那你不参与呢 那比如说前巫统的人士 大量的参与团结党了 那团结党就会壮大嘛 那团结党会 或许会阻挡 阻挡这个在野的联盟 那改革的这个味道就比较薄罗了 那这个不是开明派的你想要看到的事情 那你当然更加应该参与 比如说公正党 你更加比如说应该参与这个诚信党 去壮大这个开明这个多元的力量嘛 所以这个这个时候是观望的时刻 但是也是行动的时刻 你不行动别人也会去行动啊 像最近这个一马发展机构的这个论坛的全马走透透 那这个星期也来到这个百乐 朋友就百乐的这个可知名区里面 那或许能够招收到非常多的新党员 或许共正党能够在当地扎根 然后能够这个团结党能够有这个势力 那开明派的你如果还不行动的话 那么更待何时呢 招收党员了现在还是 这是拍个广告 开玩笑 其实我们还是就是 因为现在我们的给人的这种感觉 就是一个稳定的一个构架 或者是说它是一个金字塔的形状 上面必须有一个家 然后下面才能跟着一起动 但是如果我们也在探索 大家都在探索 这个多元社会多元的这个世界过程当中 多元的政党的这种形态当中 究竟怎样才能够推动 整个政党联盟的一个进程 这也是一个值得 需要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的问题 是 我觉得这个就是马来西亚的考验 我们的这个奥运也差一点点 但是我想政治上也一样 也还差一点点 是好 好谢谢 谢谢建聪 这个时间段 与我们的这段分享 谢谢您 不用客气 谢谢您 谢谢大家 拜拜 好 我们刚才与建聪聊了一段 然后就也是谈到 公众党这方面这个看法 现在也不知道公众党 就也我们也不得而知 建聪也是守口如瓶 所以问不出什么了 那么就需要大家等待的这个最后的圆桌会议 也许真应该会有一个圆桌会议 大家共同商讨一下这个课题 刚才说到有可能是会不会除了安华之外 还有慕尤丁可以领导大家呢 其实确实刚才建聪提到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就是现在土著团结党他未来的斗争方向不明确 如果他的斗争方向不明确的话 他很难得到就是很多其他政党的一个 普遍的一个赞同和统一的 你包括我们也知道 马哈迪他是为马来人的权益 始终这是他的政治理念 马来人的权益 这是马哈迪 那么慕尤丁一直也是民族主义情节 特别重的一个政治家 所以两个人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土著团结党 而且这个名字是土著团结党 所以就让人感觉到其实似乎还是一种 就是以马来人权益斗争的一个政党 那么如果是以这么一个政党的这个目标形象存在的话 那如果是慕尤丁要 要让大家都把它当成未来的这个反对党的临时首相的话 似乎也有一些困难 在这个时刻上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今天是周五 祝大家愉快 我们下周一再见 拜拜